平川说论镜天天也要没收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最近盖哥和魔王的表演赛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第一场地图的话是TR 然后盖哥各种开坦克 但魔还是挡了下来 好我们看看第二局 盖哥看看战术有没有什么变化 首先地图选择的是TM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就是那个传奇的暗夜选手 魔王被称为是第五种族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一个右下角 红色的人族ID SKY我们的天王盖哥 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盖哥的话说发的是大法式 开局还是比较常规 我们看一下魔王这边 魔王这边的话是先造战争古树 后造祭坛选择是中立开 与此同时盖哥继续在魔王家里 造一个小房子 以便自己侦查 看看魔王在家里做什么了 好这一局魔王选择是中立开 哎 暗夜精灵 用中立打人组 其实选择非常的多啊 尤其是在十几年前 几乎什么熊猫 黑暗游侠 兽王 等等都能用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魔王会选择哪一个英雄啊 盖哥这一边的话 上来应该是练一下这个地精啊 六级石头人 看看能不能整个不错的装备 上来小步兵得找机会把这个野怪给勾出来啊 好我们看小地图 这个魔王的小精灵满地图在挂啊 难道这一局他又要用乱矿流 这张地图 魔王的话打了非常经典的比赛啊 好大法师走出祭坛 民兵一敲 魔王的话 哎 哇他选择的是黑暗游侠 难道难道他要复刻经典吗 在这段地图啊 有一次他用这个英雄打这个托德啊 打到托德后面 他竟然出了两个人组的英雄啊 用冰火两冲天来羞辱托德 那场比赛那是相当的经典 好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盖哥如何应对 会不会回目同样复刻经典 上来开机大法师 哎 索笔面具还是很不错啊 一人面杖回复魔法速度 贼快贼快 好 这边黑暗游侠 一技能是呢 还是一个骷髅剑 练小怪 这样骷髅会越练越多 越练越多 这个英雄 前期有骷髅的帮忙啊 练机效率最高 然后打到后面 升到六级之后啊 可以各种把对方的兵招过来啊 甚至把对方的农民招过来 造对方的建筑 相当的有趣 好 盖哥的话 继续派步兵去侦察 同时呢 也是各种小地图啊 看看有没有木屋的小精灵 木屋的话 哎 小精灵确认一下你的点位 好 你在这 我懂了 那盖哥 一般还是要开矿啊 看看开哪个矿 是开这个呢 还是选择开这个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开这边这个啊 好 月神木屋 他也选择开矿 这边的话 黑暗游侠 练了很多骷髅出来啊 连机 有骷髅在 骷髅前面扛伤害 AC后面打输出 相当舒服 好 小精灵已经准备好 要找生命之术了 很大 练的差不多 生命之术一放 修复 这边 黑暗游侠 打了一个 假扒的攻击之爪啊 另外一边盖哥 也在练分矿 好 两个人 几乎在 同一时间盖矿啊 2023年 木瓜大战 是吧 我们来 看看双方的实力如何了 大法师 第二个装备 贵族头缓 不得不说啊 大法师的装备 开局还是很不错的 好 马上 三级了三级了 另外一边 黑暗游侠 现在是2.9级 离三级 也非常的近 生命之术一扔 家里的话 200也没有耽搁 人族200 还没有生 不得不说 暗野进了这个种族 相当灵活 是吧 我开着矿 对于我的科技 影响居然不大 好 大法师的话 突破包围吗 想去买一波道具 这边 福特曼 有没有生好顶顿 要是生好了的话 打AC还是比较好的 没有生好 那还是对于他打不动 好 大法师 追着黑暗游侠来打 黑暗游侠跑 我打你AC 这边AC的话 天黑 随时可以隐身 平的就是操作 哎呀 盖哥这个步兵 想拉扯走 有点难 又被干掉一个 那你走了 黑暗游侠顺势过来 完了 盖哥这边的塔 还没有好 基地还没有好 这个矿 感觉一时半会 开不出来 好 另外一边 盖哥也发泄了 莫莫在开矿 那两个呢 要互相取消了吗 盖哥的矿 造好了 但是能不能守住呢 三个骷髅站起来 这个战斗能力 有点强 哎 这个时候 我的短板 哎 居然就是自己的英雄 好 大法师 买了鞋啊 买了鞋 跑得贼快 然后这里 先单纯过来 把你的分矿给拆了 另外一边 步兵 民兵 再追杀一下 这个黑暗游侠 好 AC 引个身 黑暗游侠 走打 哎 这个黑暗游侠 很秀啊 一身血 一直在秀 23滴血 再A两下 你可能就没了 十几滴血 好 跑过来 继续杀农民 这里很细 非常的细 大法师赶回来了 又干掉一个小农民 站起一个骷髅 黑暗游侠 20滴血 20滴血 大法师能不能过来 给他一下 几滴血 八滴血 哦 我想秀 结果 被一个步兵给干掉了 好 这一波步 走钢丝 这没想到 被步兵一手给摸出来了 黑暗游侠 直接被摸掉 我这一波的话 木龙也是杀了 盖哥非常多的农民 好 明明再一次过来 盖哥成功 击退了木龙的分框 然后正面还杀了 木龙的英雄 哎 这一局 感觉 盖哥 形势还不错啊 好 先把骷髅给清理一下 这个大法师有邪 真的是贼爽啊 骷髅清理掉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盖哥 去补个状态啊 这个分框 这个商店 早的还是比较早的 现在的是 盖哥的科技 没有啊 没有科技 木龙的话 奥本已经升好了 黑暗游侠 买活 买活之后 看看 放下了知识古术 后面要出小路了 小路一出 是吧 你这边的步兵 还有水元素 都是经验制 好 木龙的话 继续开矿 一个矿开不成 我开另外一个 黑暗游侠 现在是3.55级了 盖哥的大法师 目前是4级 好 把木机器人 把这个 侦查的小房子给干掉 木龙是选择 机器开矿 盖哥这一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也是在满地图 盯着木龙的分框 一看 诶 这里没有了 那看看 木兵过来一看 这个点侦查到了 不得不说啊 这个盖哥的意识 还是非常的不错 虽然操作不复当年 但是这个意识 依然非常猛 好 还是看到了 木龙在开始开矿 杀掉一个AC 有水元素 有大水元 输出还是比较高 我们看看 木龙的小鹿出来了 小鹿一出来 大法师 骚扰的空间 很有限了啊 小心小心 哦呦 这小鹿捏你一下 黑暗游侠给你一刀 输出非常高 小心 大法师这一波 没有回程的 哦呦 拍了一下 哦呦 六滴血六滴血 哎 骚扰摸出来了 哎呀 哎呀 这没想到 还有一个骚扰立功了 这一集两个人啊 双方英雄 都被小鹰给干掉了 相当刺激 好 战争古 生命之术 做下来了 木龙的分框 有希望了 那看一下盖哥 分框的话 只有一根圣塔 有点少 竹框终于是开始升本了 哎呀 这个科技落后有点多 那盖哥这里的话 大法师必须买活 你不买活的话 对方一波过来 你可能分框就没了 这边分框 补了一个兵营 后面继续啊 出福特曼 莫诺的话 分框坐下来 好 马上开好 黑暗游侠 马上五级了 这五级之后 再打一波团长到六级 那木龙就可以秀起来了啊 这一级 盖哥感觉 凶多吉少了 好 这边分框了他 赶紧造好 刚才打一波没打赢 感觉木龙后面 会非常强势 尤其是小鹿出来了啊 小鹿一出来 什么水严肃 步兵 都是减减制 现在黑暗游侠下五级了 五级之后 看看要不要直接进攻 还是再继 多搞点骷髅出来啊 大法师 只有一个单船 没有回程 好 木龙的话出来脚印 侦查一下 看看你在干啥 主观的塔不是很多 这边有飞艇在 飞艇在 空间很有限啊 小动物要不要常修一下 哎呀 还是要被A掉 另外一边大法师 哎 又碰见对方了 三个小鹿 这里步兵 看看能不能逃脱 大法师又绕过去 想拆一下这个分框 感觉拆不动了呀 除非你去买个炸弹人 同时 嗯 这个点 盖哥的话也是侦查到 不让木龙继续开框 这张地图啊 俗称花果山 木龙在这张地图上 可以各种软框啊 所以如何阻止木龙开框 非常的重要 大法师水元素一招 分框搞不动 搞你主框啊 杀小精灵 好杀掉一个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木龙的塔好像开始回房了 处理大法师 水元素 有了两三个小鹿 即便就够了 把木机器人先跑 千万不能被干掉 这把木机器人被干掉 后面木头会有点缺的 虽然现在木的木头 非常的多 好 大部队回房了 小鹿几个 三个 脚印来了 我们看一下 黑暗游侠在干啥 黑暗游侠在偷点你的小农民 三级骷髅站起来 战斗能力 那是想当的凶啊 好小鹿 把大法师给赶跑了 这边的话 木龙还是选择继续开框啊 开好之后 站起来 跑过来 坐下 人口方面 盖哥现在是40人口 木龙的话是45人口 双方人口 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啊 好 木龙的话 三本即将升好 盖哥的三本 刚开始升 双方的话 都是奔三本而去 哇 疯狂的塔 有点多啊 这一波 看看木龙有什么想法 这塔 多得有点啊 不得了 好 黑暗游侠 他来了 哎 有点个小农民在外面 可以了 点掉 点掉 最后一下 射出来 三级骷髅站起来 哇 两个农民倒下 站起两个三级骷髅 这里顶着塔 再输出 又一个农民倒下 三个骷髅了 这拆塔的能力 还是可以的哦 山丘来了 哎 这一波 木龙的黑暗游侠 会不会留下来 还在里面图弄 看看能不能垂出来 好 找个好地方 往里面撤一下 这一波三级 这个锤子一直在流着 等你血量差不多 就锤出来 木龙的话 也是随时看着 你好锤出来了 直接回城 给我锤 这一波的话 疯狂的农民 又被干掉不少 另外一边 好 盖哥 连一下这个地金商店 到时候 买几个炸弹 人就很方便了啊 现在 木龙的话 好 生命之处造好 直接爬过去 这里盖哥 掉了一个什么装备啊 看一下 现在鸽子还是有的 练完这个点 是不是想买炸弹人啊 打了一个 只一加六 nice 这边看看 好 大瓦斯暂时没东西 哎 布兵发现了 原来木龙还想开矿 这一波这个矿 开的是有点多了 哎 炸弹人来了 来了 好 这一波盖哥 买了两个炸弹人 我们看这个分矿 还是非常有机会 可以炸掉的 盖哥 两个炸弹人来了 看看木龙能不能 第一时间发现 水炎素一招 哇 这边也有一个炸弹人 三个炸弹人 可以 好 木龙这个分矿 直接炸掉 哎 这里还想对小精力来修 一个分矿断掉 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边的话 木反杀一个山丘 小黑六级了 黑暗游侠六级了 我们看看会不会 一些招农民 这要是招农民的话 后面要招人族的基地啊 看黑暗游侠的走位 好像有点想要 但是呢 分矿的塔有点多 看看主矿 是不是更有机会 哎 主矿的塔也很多啊 另外一边有大瓦子 好在追上你的小精灵 哎 哦 他来了 好 主矿有机会 大招 招农民不 好 招到了 然后 宝存回去 哦 梦要使坏了啊 梦要使坏了 我们看看 这个人族的小农民 哎 好 人族的农民要藏好 后面可以干很多事啊 这一波 大招 找了个农民 山丘追了过来 不过山丘现在没有蓝 哎呀 要是有蓝该多好 一锤把他给带走 是吧 最起码 也让你交一个TP 山丘现在39点蓝 哎 离65还差的有点远 好 这一波的话 盖哥想用飞艇过来骚扰 最主要的 还是把这个小农民给干掉 好 梦开始石块了 小农民开始造人族的基地 人族基地造好 到时候我升个奥本 我就可以出人族的英雄了 盖哥继续骚扰 现在盖哥应该意识到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啊 再打到后面 会不会出一线 人族的坦克出来 现在心里有点慌 有点慌 现在尽量拖延一下 梦的一个资源 好 梦的小鹿回来了 哎呀 水元素都是经验值 在这有飞艇在 赶紧上飞艇 但是这里有脚印 这个脚印很凶的啊 赶紧跑赶紧跑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脚印 我也两个脚印了 这不能坠机啊 一旦坠机 那真的是玩玩了 再不要提前下来 在里面下来也可以 好看见了 盖哥有没有看见 哦 你好坏 你居然在家里造我的单位 好好好 赶紧把这个小农民给干掉 哎 可以的 把这个农民叛徒给干掉了 好 干掉之后 可以跑了可以跑了 哎 这里又反召你一个步兵 残血的步兵 反召 步兵没啥作用 没事 盖哥继续拆 盖哥继续拆 可以的 盖哥这一步的话 还是收获两个 你真坏啊 竟然想到我的单位 继续拆 又拆了一个生命之术 目前来看的话 盖哥一直在干扰木的节奏 木来想秀 哎 最后的话 这个秀的节奏被打断了 好大法师 拆完之后 单船走嘛 这么省的 好 单船策队 山丘也跑了 木梦的黑暗游侠又来招农民了 他又来招农民了 哎 这个六级大招 CD 贼快贼快啊 好 这边又有农民 哎 外面刚好有招掉 又招回去了 可以的 木梦的话 还是要造人族的单位 这一节木梦玩的非常的开心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回去了 嘿 这个基地终于又可以造了啊 刚才这个农民被干掉 又可以造了 那盖哥得照机会继续去把这个农民给杀掉 否则的话 后面可能有一排人族的单位出来 好 黑暗游侠 哎 反转过来 原来盖哥你还想开矿 好 上来 给你一发沉默 三英雄全中 然后小鹿跟过来了 去散去散 水元素 健健职 刀手 大法师 这一波直接交铁皮 不交铁皮 很难走 对方已经包围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目前盖哥回家 三本之后出什么兵呢 坦克 还是坦克 坦克去拆 那木梦的话 战争古术造好 要包围自己的生命之术 保护一下 同时 这个农民 造基地造的有点慢啊 家里的话 看看 分支古术 智识古术 全部安排好 现在木梦的话是三块 打盖哥的两块 哎 他又来了 又来找一个帮手 又一个农民过去 好 已经三个农民了 这两个农民敲得快 可以 可以 这木梦好坏 没有去进攻 我就来找你的农民来玩 大法师的话 看看买什么道具了啊 大法师的话 深刷买个小五点 洗了个点 好 暴风雪 盖哥最近非常有心得啊 暴风雪配合坦克 拆起来 这一块这一块啊 这边圣骑士 跟着大法师 要去拆哪里 又要去拆这个矿 木梦的话 已经准备好应对了啊 战争古术站起来 要包围自己的基地 来 冲刀门神 这一波盖哥 是没有炸弹人的 好 这里坦克进攻 现在双线进攻 一方面三英雄 一方面是坦克 好 坦克他又来了 满地图跑 这边的话 木梦开始升二本了 造好了人族的基地 升二本 二本好之后 祭坛一造 就可以出人族的英雄了 到时看看会出哪个英雄 那盖哥现在呢 继续在拆 就是阻止木梦的软框 什么我现在不着急 拆我一个 我造两个 等我把人族英雄 给造出来 给你玩 好 看一下 等一下场面可能会出现 四个或者是五个 人族的英雄 那就刺激了 这边圣骑士 哎 一色的血 赶紧跑 大老师状态也不是很好啊 好 熊已经爬下来了 这个坦克拆了半天 发现很多战争古术 拆不动 木梦升好了自安祝福 这个树爬的快 护甲也高 这三个英雄 赶紧跑 人口的话 改革现在是69人口了 木梦的话是58 这边三英雄能跑掉吗 哎哎 圣骑士 赶紧走赶紧走 另外一边的话 大法师带着山丘 又想绕一圈绕过去 这边坦克 配合坦克来拆 大法师 现在没有圣骑士在 这个血量怎么回复 是一个问题 身上 幸好还有个血瓶 另外一边的话 哎 这边向快框 没有开出来 有个战争古术在这 山丘想跑 另外一边的话 坦克 哇 暴风雪 这一波砸得舒服啊 暴风雪 配合坦克拆架 确实给力 是小金兵修的不好修 好 小金兵被大法师 干掉好几个 但是另外一方面 哎 山丘很危险了 大法师直接交出了无敌 看看这里能不能强拆掉 能不能强拆 火力有点猛 山丘绕了半圈 终究还是被剪掉 哎呀 大法师自己扛不住了 这是能再撑个五秒钟 应该可以拆掉 可惜可惜啊 自己撑不住了 好 暴风的话依然还是三框 这边人族的二本即将生好 祭坛已经开始造了 暴风马上要出人族的英雄 哎呀 这一局 暴风的话又秀起来了啊 可能要复刻经典 小黑七点二级了 这边的话三个脚印 一直在侦查 二本生好了 好的 二本生好 我们看看 莫莫会选择哪个人走英雄 这个坦克看见了 嗯 这不是我们家的祭坛吗 怎么造到暗夜经理家里去了 这盖哥 感觉 呃 是不是要退了 再不退的话 可能要被莫莫割着玩了啊 好 赶紧拆这个坦克 坦克赶紧拆祭坛 赶紧拆 小鹿回来 坦克现在是一攻一防 农民 哇 但还要出 出飞机 还是出小炮 这一局莫莫玩了开心啊 或者是想跟你一样 你出坦克 我也出坦克吧 我现在是二百人走 不然坦克 哎 这个祭坛能拆掉 可以的 盖哥这一波说 哼 莫莫你想秀我 相当美 你造英雄建议主 我给你拆了 那你出不了 坦克数量 现在盖哥也是有点多啊 已经79人口 将近80人口了 继续拆 我继续拆 这莫莫不会 不会为了秀 把自己给秀翻了吧 这里继续拆 火力有点猛 的话必须多出一点 必须多出一点熊啊 小鹿拆坦克 还是拆不动的 大法师爆风雪 我继续砸 哎 可以的 这一波又可以拆掉了 四个坦克 还有三个坦克 小精灵狂修修回来了 大法师赶紧 爆风雪砸一下 但是被沉没了 升级是哪一口 大法师爆风雪好 砸下去 看他能不能砸掉 哎呀 又来一发沉没 大法师大法师 哇 直接被熊给拍死了 这 哦 这个调度 居然把大法师给骗死了 好 这两个坦克 继续输出输出输出 哦 好 也拆掉了啊 非常极限 两个优侠 拔几了 我的话 现在是六十一人口 战争古术拍坦克 另外一边 这边也是战争古术拍坦克 哇 我盖哥 双线进攻 我的话 双线防守 这一边的话 哎 盖哥 一看 嗯 对方好像 能防止我的坦克 直接退出游戏 盖哥很懂的啊 再等下去 可能忍走英雄就要出来了 幸好幸好啊 盖哥没有让末把人组英雄给造出来 我们恭喜末 这一集末玩的一半都舒服啊 可惜没有舒服到最后 好 我们恭喜末 喜欢奔赏对方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